由任嘉伦 白鹿主演的电视剧《一生一世》讲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相识相知相摆手的故事 《一生一世》改编自莫保非保的知名小说《一生一世美人谷》讲述了业内顶尖配音演员时宜 白鹿氏与海归化学教授周生辰任嘉伦氏在点滴相处中逐渐产生默契 携手保全家族传统手工艺 并在一连风雨后决定相伴此生的故事 两人在周生如故钟爱而不得的师徒虐恋 让大批剧迷都哭断肠 讨论度居高不下 该剧有着非常强大的演员阵容 也有很多的新生代演员 各个演技都非常好 高度还原原著人设 电视剧版将原著中男女主的前世今生拆分成了两部 把男女主前世的故事拍成了周生如故 古代版的周生如故结局相当惨烈 看后感到非常虐心 大家也为男主的遭遇感到不平 一生一世则为男女主的今生故事 一生一世并不属于悲情色彩的电视剧 反而是十分甜蜜的偶像恋爱电视剧 当被周生如故虐完 一生一世的开播可以很好地弥补周生如故中悲情结局的遗憾 安慰大家被虐后的心灵 因为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之间的关联度很高 所以说根本不能够将两部剧当成独立的个体来看 两部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如果没有看过周生如故直接去看一生一世的话 可能对于男女主之间的感情脉络的发展难以理解 但两部剧放在一起看那真是神仙般的享受 从古代虐恋到现代的甜蜜热恋 早让剧迷相当期待 除了女主带有前世记忆转世后 不断寻找男主 并在他积极主动之下 两人有了更多焦急 比起前世的暧昧酝酿 现代版节奏更快了 另外 一生一世剧情是先婚后爱 从虐恋转田 两人相处后渐渐产生情愫 最后迎来幸福结局 尽管中间需面对小人陷害和疾病缠身等难关 但始终不离不弃的两人 也约定此生再也不分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